大家好,基辅已经向华盛顿申请要求在卡尔科夫附近部署几个萨德导断防御系统 如果乌克兰收到萨德系统作为其中一部分雷达站 能够监测到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的情况 为大家介绍一下萨德系统 萨德系统全名叫末段高空区域防御 它是美国陆军研发的一款采用动能击杀拦截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的末端防御系统 属于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署的一环 只在拦截像飞毛腿这种导弹的战术导弹 萨德主要针对已经从大基层上方再次进入大基层阶段 末端航程的弹道导弹进行侦测并防御 同时也具有一般的防空能力 可以射击敌方的军事飞机 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一般的地对空的导弹 萨德最终达到了比海基标准三导弹还大的拦截能力 强化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功能 本系统采用的推力偏向弹头以每秒2500米的飞向目标予以机会 并有红外线追踪热装置修正 以发射车一组十枚方式部署 雷达组有两个模式 一种可以在弹道导弹上升时检测弹道导弹 另一种可以将拦截导向下降的弹头 这个雷达使用是X波段的探测来袭击的导弹 那雷达探测距离被指可以从几百米到几千公里 所以这个萨德雷达实际上非常先进 如果乌克兰部署了一个萨德 那么现在来看在哈尔科夫这个方向 那么俄罗斯包括莫斯科 包括俄罗斯的整个纵深 特别它这个西部地区 包括最发达的一些军工地区 包括高加索 全部在整个萨德的覆盖室下 那这个雷达将把整个俄罗斯照的是透明一样 俄罗斯就没有秘密了 这些所有的军事设施 在萨德面前全部一览无余 敦涅斯克人民共和国 今天也发布了紧急声明 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 以及波兰的雇佣军 已经抵达敦巴斯 声明里提到 敦涅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侦察部队 发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到达敦涅斯克 由右区武装分子组成的两个单位 每个单位编号从70到80 已经到达了第54独立机器化步兵旅 和第56独立机器化步兵旅的所在地 所有的士兵都有战斗经验 并在英国教官的指导下接受过训练 民族主义的指挥部分布在第54旅和第56旅的单位中 占据第一梯队的阵地 位于通往敦涅斯克北部和西部的通道上 乌克兰指挥部不仅加强了在敦涅斯克人民共和国首都附近的机械 而且正在组建 由具有意识形态机动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突击小组 他们将在该市的行动中执行秘密任务 目前已经有平民死亡 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委员会的工作结果 该委员会检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巴斯进行侵略的准备情况 提前更换了东方作战小组的指挥官 塔尔纳夫斯基将军被索多尔将军取代 他在意识形态上更忠于基辅政权 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 根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说法 索多尔有足够的战斗经验来进行进攻行动 此外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情报 也收到了关于波兰雇佣兵抵达顿涅斯克 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行动区的消息 在波帕斯纳亚村注意到两个武装团体的存在 最多有20人穿着战术类型的混合制服 在额外的侦察中 侦察兵确定这些人会说波兰语 并抵达第24机极化旅负责区域执行任务 他们的任务是与乌克兰特种部队 相关单位一起进行有针对性的破坏和恐怖活动 旨在破坏生命支持设施 社会基础设施和恐吓当地居民 我们认为乌克兰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之前 雇佣军将试图对民用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以迫使我们做出回应 乌克兰方面在国际社会眼中为自己辩护 会试图以此为借口发动敌对行动 波兰人以教官的名义抵达乌克兰领土 该教官被派去参加训练乌克兰军事人员的训练任务 此外我们还收到了关于位于基础线上乌克兰军队 新冠疫情的数据 第95独立空中突击旅和第30独立计划旅 这些旅的一半以上的士兵感染了新冠病毒 其中许多人情况严重 由于缺乏药物 他们的治疗被终止 其中有6名军人死亡 死亡事件被乌克兰当局隐藏 这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顿尼茨克方向发布的最新的公告 紧急声明 从声明里可以看 现在顿尼茨克的情报显示 在顿尼茨克方向出现了波兰的公军 这些公军你可以说是波兰人 实际你也可以说是北约 他们实际上之前一直在北约训练 就是北约的部队 只是他以公军身份 不以正规军身份 以私人身份加入到乌东 现在看的实际你说北约进没进到乌克兰 实际北约已经进来了 像刚才讲的 如果在哈尔科夫部署萨德 萨德他最厉害的是雷达 如果这个雷达部署到哈尔科夫 那么普京一定动手 所以你可以看 所有的迹象显示 实际上乌克兰方向这个危机没有消除 如果美国在哈尔科夫部署萨德 那么俄罗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 大家可以想象 当年韩国部署萨德的时候 中国对韩国 中韩关系那个变化 你可以想象 之前那个寒流 现在因为萨德整个 你看寒流没了 为什么 这个萨德 它的这个雷达 确实能够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这个雷达那几千公里 你整个中国就给你覆盖了 那如果在哈尔科夫 整个俄罗斯就给你覆盖了 整个俄罗斯最发达的西部 全部覆盖 所以我觉得普京对乌克兰 动手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 所以我们会想象 都是这样的 我们的望远 我们还是要去 这是我们的望远 我们时的望远 我们可以再来点赞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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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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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